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 随便打开一个人的钱包 都会有几张卡 金卡 银卡 联名卡等等 好像谁的卡多 谁就越前卫 可就在大家尽兴享受个银行提供的信用卡服务时 也不要得意 说不定在这之中暗藏了很多玄机 因此 对于身有多卡的消费者来说 如何精明打理你的各种信用卡有很大的学问 如果处理得当 将可以省下一笔不非的开支 下面 理财专家提供建议 第一 给你的钱包瘦身 近几年来 由于银行大力促销办理信用卡 致使发卡急速上升 甚至有的人多达七八张 因此 在银行收取信用卡年费的情况下 如果仍不整顿自己所带的信用卡 给钱包瘦身 将会糊里糊涂地付出一笔开销 事实上 信用卡不是办理越多越方便 在信用卡未收取年费的情况下 太多的卡有时也很碍事 现在信用卡的综合服务功能越来越完善 用一张信用卡即可囊括取款 缴费 转账 消费等所有功能 另外 持有不同银行的信用卡容易造成个人资金的分散 需要对账 换卡和挂失时 更是要奔波于不同的银行间 无端地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对一般人来说 钱包瘦身后拥有一张千账金融卡及信用卡就可以了 而经常出国的人士还可办理一张双币重的国际卡 这样 在你的钱包里只留一两张多功能的信用卡 今后不管是用它购物消费 还是出差在一箱支取现金 或者用它开通网络银行和转账都可以 真正实现了一卡在手 轻松打理家财 不但个人资金的管理效率提高了 在信用卡使用时也可高枕无忧了 第二 巧用信用卡赚取意外小费 每一种信用卡都有各自的特点 如果你能巧妙地运用 还能赚取意外的小费 信用卡可以让你提前消费 而不用马上承担借款的利息 信用卡省钱的最好方法 就是充分利用这个特点 尽量多让银行出钱帮你买单 现在 很多银行都推出红利机制 达到一定额度后就可以换取笔电 手机 相机等相应的礼品 可以说是一笔意外收获 经常出国的人 不妨到银行办一张适合自己的国际卡 虽然有的银行会收取一定的年费 但通常不会太高 对于有子女在国外读书的 办一张这样的卡 父母持有主卡 子女信用卡可以让你提前消费 而不用马上承担借款的利息 信用卡省钱的最好方法 就是充分利用这个特点 尽量多让银行出钱帮你买单 现在 很多银行都推出红利机制 达到一定额度后就可以换取笔 手机 相机等相应的礼品 可以说是一笔意外收获 很多人都会奇怪 为什么自己不比别人少工作 也不比别人少赚钱 为什么每当看账户结余的之后 自己往往是空空的没多少剩余呢 也有人会说 这说明自己能赚钱 也能花钱 但关键还是自己的消费太多 并没有合理正确的消费原则 在没有原则的消费之下 自然会有不少钱不知不觉的消费完了 因此 不管处在何种经济环境下 都要坚持正确的消费原则 要不然大环境没乱 你自己倒有经济危机了 信用卡使用警房陷阱 我们生活周围有很多的陷阱 买东西会缺金少两 因为缺乏道德的小商贩 想靠这个赚钱 去商场买衣服 一不小心就会买回一件坏衣服 因为商家通常会一次冲好 去超市购物 到处是买200送50的折价券 但是逛回来仔细想想 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 于是乎 我们担惊受怕 生怕一不小心就掉入陷阱 上了商家的当 不过 即便会遭遇很多次的上当 银行总不会骗人吧 但是 最近有很多持银行信用卡的人大呼上当 原来 小小的信用卡也暗藏着各种陷阱 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影响自己的信用记录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信用卡使用有哪些陷阱呢 陷阱以一张表格来了五张信用卡 在公园里了来了一个某银行信用卡推广的业务员 正在和邻居们运动的刘老师很有兴趣的听着业务员的演讲 在业务员的鼓吹下 刘老师匆匆填写了姓名住址和身份证号码 申请办理一张信用卡 一个月后 刘老师收到了五张不同类型的信用卡 刘老师觉得莫名其妙 打电话到银行客服询问 发现五张信用卡全都要付年费 一张五百块 还是三年制的 可是 刘老师明明只要一张信用卡 怎么会多出四张呢 显然 这是业务员违规的结果 信用卡业务员的服务品质与人品参差不齐 很多人为了完成业绩 诱导客户在申请办理信用卡时 稀里糊涂地签署了多份资料 其实这些经用户签署的资料 很可能是办理其他信用卡的申请表格 因此 建议大家在办理信用卡时 宁可多花点时间 也一定要看清楚需要签署的各份资料的内容 不要多签其他无关资料或表格 以防别人到用你的个人资讯和签名去申请办理其他的信用卡 陷阱二 签名和密码 难保安全随着信用卡的大量出现 很多大型商场 超市对于信用卡都是 一刷了支 并没有严格核对信用卡上的签名 许多收银员在持卡消费的雇容尚未在账单上签名前就已将信用卡归还 很少看其信用卡背面的签名更谈不上和对签名是否一致 有的 字甚至写错了收银员都不会在意 这样的随心让消费者很担心 因为签名和密码也难保证安全 在这里建议大家在信用卡上一定要记得签上自己的名字 签名最好有特色一点 不易模仿 陷阱三 免年费只免一年 张阿姨在美式卖场里办了一张卖场联名信用卡 张阿姨听说这张联名卡的积分可以换成美式卖场购物券就办了 后来张阿姨忘记手里还有这张信用卡就一直没启用 而且业务员告诉他不开通信用卡就不用付年费 然而第二年一张来自银行的催缴年费单让他措手不及 打电话到客服询问得到的答案是不管有没有开通都要收年费 只是第一年免年费 如果第二年刷卡刷满六次可以免去次年年费 这样的回答让张阿姨感觉像是上当受骗 现在他只能选择付清年费 然后停卡或是先启用信用卡再刷满六次 事实上平时生活中像张阿姨这样的情况很多 很多人办了信用卡而没有启用 却被无形中催缴年费 针对这种情况 理财专家建议大家办理信用卡前 最好仔细阅读信用卡合约内容及相关承诺 而不是光听业务员的巧舌如簧 办了信用卡如果不想使用 最安全的方法还是打银行的客服电话停卡 停卡不收费且不会影响个人信用记录 陷阱四 小心分歧付款的美丽承诺 目前不少商场与银行合作办理信用卡分歧付款的业务 让很多消费者开始冲动特别看到巨额的心仪商品 即使没有钱也要用信用卡先买下再分歧付款 但是很多消费者并不知道在约定的付款期内银行不收利息 却要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如果选择更长时间的分歧付款 消费者需向银行支付的手续费甚至可能超过银行的贷款利息 另外各银行规定 如果消费者分歧付款购买的商品需要退货 银行不退还已经支付的手续费 因此建议大家在购买巨额商品前要三思 看看是否真的需要它 如果真的要买 则应充分了解银行的分歧付款条件 包括分歧付款是否免除手续费 手续费的费率及计算方法 以及商品出现品质问题 商场同意退换货后如何进行退款的 陷阱五 弄清还款的门道 信用卡的使用需要向银行缴纳利息 在国外 人们把信用卡看作个人信用的一大标志 如果个人违约 不用说是一天 哪怕只是一秒钟 也是违约的 但是 在我们生活中有的人给银行还钱时 只还整数 以为几元几缴几分可以不还 殊不知 时间异常这小小的一笔钱 伸出更多的利息 因此 专家建议大家还款之前 一定要明确缴纳金额 如果嫌麻烦可以办理自动缴纳的业务 给 信用卡持卡人的十条安全建议 一 不要将信用卡借给他人使用 二 不要将卡号 密码 有效期等重要资讯告知陌生人 三 不可轻信 可疑的信函 电子邮件 手机简讯 及电话等 若有任何疑问 请立即拨打银行24小时服务电话 四 刷卡消费时卡片 应始终在你的视线范围内 五 签名前要仔细核对签购单上的卡号和金额 六 签购单上的签名 应与卡片背面的签名一致 七 不要再空白签购单或在未填妥金额的签购单上签名 八 交易取消时应确认签购单四销毁 九 签账后确认商店人员交还的卡片确实是自己的卡片 十 收到当月对账单前注意保存签购单存跟联 以备核对资讯 巧用信用卡省钱又放心 信用卡是个鼓励你提前消费的东西 当你的购物需求超出了你的支付能力 你可以向银行借钱 信用卡就是银行根据你的诚信状况答应借钱给你的凭证 你的信用卡将提醒你你可以借多少钱什么时候还 信用卡也将记录你的个人资料和消费明细 以便为你提供全方位理财服务 不过如果到现在对信用卡的认识还停留在预介和刷卡消费等基本功能上 那就真的落伍了 因为信用卡除了简单的预介功能外 如果运用的好 它不仅能省钱还放心 还可以帮你巧妙赚钱 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 巧用信用卡记账 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 使用信用卡消费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 到了月底 你可以把上个月所消费的记录全部列印出来 进行分析 看看哪些消费是非理性消费 哪些是理性消费 检查完后 就可以知道存在哪些不理性的消费行为 哪些可以延后消费 哪些根本就不应该消费 慢慢使购物消费变得容易控制 形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第二 选择适合的联名卡 很多银行为了加强与商户的联系 往往会推出联名卡 这类卡的好处除了可以换消费红利 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购物可以打折 这种折扣不同于商家的日常促销 联名卡的性质跟会员卡的性质一致 如果你经常坐飞机 可以选择一些航空公司的联名信用卡 这些卡可以消费累积里程 达到一定的里程后 还可以申请免费机票 座位升级等等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与帮助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及时收听最新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集内容 请分享它帮助更多的人自我成长 并欢迎您的留言 感谢你的支持并帮助我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kokoshansong.net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